真的吗 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这么早起 是自己梳妆呢 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 看得真真的 她虽然用纸粉遮掩 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 刘香殿的顾良帝 只怕是要气死了 眼见她是仙境的公共 谁知太子殿下 连眼角都不曾撇她一下 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了 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 那能一样吗 那供人还说 顾良帝乃是陛下自婚的 太子妃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 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一天 跪得都吐血了 才苦苦求取来的 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 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 那能一样吗 小姐 您就别绣了 这幅绣平就算绣好了 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 她那么霸道的一个人 偏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她 上嘴 是 小 良帝 只是良帝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 否则 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 我将你负罪 你都没有 小爷爷来消息催良帝 希望良帝已经快 良帝 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良帝送来的 夫人 夫人说请良帝放心 这药是最好的 事后也咽不出来 不至于留下任何把米 不行 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 若是这样做 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 夫人说良帝不必沾前顾后 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 说是良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 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多力气 能不能令未来天子成一生阿翁 全看良帝了 此举不应于自毁长城 我说不可就是不可 是 这杯酒 敬殿下 是 这酒烈得很 你不要再饮了 是 是 殿下尝尝这羊肉糕 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 制法和外面不同 您尝尝味道 Ho 是 is 即保 ş 是 绝 殿下 殿下 放开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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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翠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你在门口探听什么 两弟 都是夫人逼我的 我告诉夫人 两弟说了不肯用药 夫人却说您是胆小 叫我一定要把药 吐在太子殿下的酒杯上 要是我不听 就要发卖我全家人 我 愚蠢至极 愚蠢至极 你们 你们这帮车祸 你们这些害的我 连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 如今 我是一百土地 一百土地 殿下做什么 你干什么 我要罚你 干什么 英语 竟有此事 如今可谓是一朝不慎 满盘皆数 眼下 太子是绝无可能 再来我这留香殿了 夫人真是糊涂 不过你迟迟 抓不住她的心意 总不是办法 事已至此 我已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 父亲 你可还有什么妙计 可以力挽狂来吗 为今之计 只有府邸仇心了 父亲的意思是 太子妃锋芒太盛 可惜这世上 月盈则亏 水满则矣 万一天年不测 她突然间死了 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失 可惜也是无力为天哪 很好 只要这件事 和我们顾家无关 那就快些 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 我想请岳父大人到青云冠去住 那里十分清静 又有亲兵护卫 而且 玄泽也住在那里 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 还可以佼佼玄泽 有个小孩 承欢喜下 也会少私守虑 一养新兴 这个乳液倒是不错 我记得小时候 阿爹教我习武的时候 最是高兴了 好了 殿下可以去上朝了 我还有一件要紧事 就是要交给你 什么要紧事 我们那 后点那个芋桶太小了 换个大一点的吧 好了 该去上朝了 嗯 不是啊 那什么 那个杰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派兵来骚扰盈州啊 这下不是说好了 以丧和为界的吗 陛下 自打解散崔家军之后 或许杰硕以为有机可乘 故又来犯我盈州 那就派太子去 他不是喜欢打仗吗 但是这次 一定要狠狠地打他们一顿 让他们记住教训 陛下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 不宜带兵犯险 还是由微臣 带领正西军前往吧 行 那就你去吧 是 陛下 臣以为 陪大将军已有春秋 不如让陪元也一同前往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故乡说得有理啊 这当父亲的年纪大了 可不得儿子照应一下吗 说不得 说不得 现在全身的骨头都疼 这余下的公事 就着太子 看这办理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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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便 我 说不得儿子 看这不得儿子 搞得儿子 说不得儿子 是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都不知道 这裴大将军要出征 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 还有 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 几日没有去朝中吗 我的父皇 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 如今 三省六部的文书 都已经堆积成山了 我忙到这个时辰 也才处理穷牛一毛 那你用了碗扇没有 我想吃帅肉 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 还有啊 人家桃子 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 都会叫耳朵一起 你从来都不叫我一起吃 这又何难 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 都已经三更天了 这么晚了 别吃了 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 不 还是要先吃帅肉 我还是要先吃帅肉 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 我听过您好多故事 雪夜为街术 大战浸水泉 那是谁 讲给你听的 是韩将军 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讲故事 徐大将军 您的刀法天下闻名 韩将军教过一些剑法 我能给您学刀吗 自然可以啊 来 看好了 好 来 对 到了清云关 阿爹的精神 果然好了很多 崔大将军 可以教你教得很好 那么一样 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 哦 原来 你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吧 这怎么能是如意算吧呢 崔大将军有玄泽承欢喜下 玄泽又很仰慕崔大将军 可以跟他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这难道不叫两全其美吗 是 殿下说得都对 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 都好久没有叫我十七老 明明昨晚刚叫过嘛 那不算啊 那是你输了 我的惨头 哎 阿姨 我在想 咱们要不要先生两个娃 一个叫阿枕 一个叫阿道 剩下的 慢慢在下 谁说我要跟你生娃了 之前你自己说的要生四个啊 不能少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你出尔反尔了 说话不算数 又会算盆的 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 我可没说 我不管啊 就四个 不行 你没答应过 那就六个 八个 十个 这枫营楼的炙肉啊 真是百事不严 昨天你派去我府上那个厨子 给我做了道新菜 叫烤鹿蛇 我吃起来啊 觉得太咸了 但今天一吃这炙肉啊 就觉得不想生下 穆先生为了家父的病 十分费心 这杯酒 是我们敬您的 哎 客气了 对了 哎 我听说 这营州有一种大黄鱼 出自极冷之海 而且每年到了春夏时刻 速降而上 这黄鱼鱼子十分美味 哎 可这么多年啊 我还从来没吃过 你既然姓崔 如果你替我弄些黄鱼子吃是吧 必当尽力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帮我弄黄鱼鱼子吃 我再送二位一个戏法如何 真的吗 那个太好了 我一直问阿爹 他到底看到穆先生什么样的戏法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跟我说 世人都说 穆先生辩戏法 犹如神险 那今天 总算能大开眼界了 你是不是喜欢萤火虫 先生怎么知道 呢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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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就用这小小的把戏 祝贺二位新婚之喜吧 多谢母先生 两位 今日吃得可好啊 特别满意 谢过客人 今日南边来了很好的活鲁鱼 客人要带一条回家做鱼块吗 好 那就带一条 客人上次花费重金 才卖得一条鱼 今日又给了我们若多赏钱 我们掌柜说呀 今日这条鱼 是柜上送给客人的 客人上次说 家中并无蒜满 我们掌柜说呀 这把蒜满 也是送给客人您的 谢谢了 帮我告诉你们家掌柜 他可真是太会做生意了 不愧是西长经第一酒楼 注定生意新婚 谢谢客人 客人您的预约 谢谢 给你算盘怎么吃点药啊 咱们家确实没有算盘嘛 再说了 人家特意送的 不收的话岂不是失礼啊 那你打算拿这算盘做什么呀 何必明知而顾问呢 当然是以备不实之虚啊 你怎么会有不实之虚啊 我当然没有不实之虚了 我是怕你有不实之虚 你这么狠心吗 这可是算盘啊 有人说了 他的娇妻 动辄就让他跪算盘 与其网单的这个虚名 还不如名副其识 我说笑的 我说笑的 别 小姐 小姐 桃子 小姐 有件事 我想我必须得跟你说 什么事啊 咱们崔家军 现在已经陆续裁撤完毕 留在荧州等待裁撤的 不过数百人而已 皆说犯禁 朝中精命裴大将军 带着镇西军的人前往盈州 并严苛献令 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 即刻卸甲 至贝州修筑水区 据说 这贝州官吏十分严苦 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 如同犯人一般 不仅苛口饮食 动辄 还棍棒相加 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 于是攻退了一名潭腹将 从贝州 一路逃到了西长京 想要见一见大将军 或是小姐 这件事情 不要让父亲知道 是 这个谭腹将 现在身在何处 他是逃出来的 身上还有伤 到了西长京以后 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 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 他认得我 跟了我好长一段路 见我身旁无人 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 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 只是跟从前比 实在是萧瘦憔悴了不少 想必这一路 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 他没有蚊蝶 也不敢住殿 说是这几日 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容身 小姐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殿下 不 这件事情 事关彻彩的崔家军 不要告诉殿下 免得他为难 这样吧 你约一下这位谭腹将 去封营楼 然后咱们两个人 假装去吃酒 先见一见他 然后问清楚 贝州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 好 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才吃上涮肉 殿下每天回来 我都说可以吃 是你自己 非说太晚了不能吃 确实太晚了嘛 哪有三更半夜 吃涮肉的呀 今天是个好日子 值得纪念 华策呢 快把华策拿出来吧 咱们齐善荣这荧幕画下来 不画 那我自己走 好 那就是不在这边了 那应该 在那个方向 这是哪 给我 我就知道 你给我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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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你给我 快不掉 你不肯让我看 你怎么能乱画呢 我分明就没有贵过算盘 你这么画 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 那我岂不必要被笑死 你现在没有贵 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贵啊 我这叫 未雨绸缪 不 贵捕先知 你这叫颠倒黑白 不行 这也得撕了 不能死 我救死 不能死 我好容易画的 救死 你给我 救死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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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殿下 都已经某时三刻了 难道殿下从前在郡中 也是要睡到日上三竿的吗 嗯 让我再睡一会 快起来了 不要让朝水门等着 来 起 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 真的感觉度日如年 你呢 见不到我 是不是也度日如年 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 所以 白天也没有很难熬 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 我就很难熬啊 好了 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 回来就能见到我了 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 我打算 跟桃子去封营楼吃酒 别去封营楼了 上次送鱼就算了 还送算吗 这是最大的恶极 好了 赶紧起来工艺了 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物 一眨眼的功夫 就能见到我了 嗯 是 哪里 呢 那一眨眼呢 哪里 你 他 你就 你 好 一眨眼呢 还有 这如意糕 真好吃 天驾 这边我都仔细搜查过了 没有什么意义啊 继续给我搜 是 搜 我早就跟你说过 如果你敢动他一根寒毛 我就立刻去死 这样 你就再也不知道阿淑在哪 明天这个时候 你和你的手下都来不及逃走 就会被李泥的怒火撕碎 你以为我们来 是毫无防备吗 你以为我们真的 会把所有的退路都告诉你吗 你 你跟阿淑知道的揭朔布置 不过是九牛一谋 毁了就毁了 我也可以放过你 但是 这个女人 必须得死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请问 见过这个人吗 这个人 你们见过没有 启禀殿下 没有 殿下 没有 殿下 没有 殿下 殿下 陛下传令您即刻进攻进界 我现在无瑕拒见陛下 走开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陛下传令您进界哪 你真打算 跟她同归于尽吗 这个女的 有什么好的 等到她醒来 她愿意跟你走吗 她愿意 我看你啊 是一厢情愿 她心愿你吗 她如果心愿你 又怎么会嫁给李妮呢 她都是李妮逼她的 她是喜欢我的 她就不喜欢你 我劝你 就别再自作多情 一厢情愿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她也是喜欢我的 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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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爱因 爱因 陛下 陛下 太子呢 老奴无能啊 这 太子殿下说 说什么 太子殿下说 他有要紧的事 无暇进宫 见 见皇上 朕 料到了 好 杰文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殿下 父亲战院已经搜过 却无一场 继续搜 是 见过这个人吗 我 没见过 见过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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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这个人 怎么样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我觉得 犯不着为他而死 反正他也不喜欢你 倒不如一了白了 把他给杀了 反正 你也喝了我接说的神药 不敢对我接说不利 倒是这个女的 非死不可 好 只要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动半刀 那就可以把他杀了 不过 不过 我要亲手杀了他 好 爽快 我们接说的猎人 遇到训不服的野马 也会亲手一刀给杀了他 我特别讨厌看到血 给他留一句诠释 不要间歇 行 这是我们接说最好的毒药 没有痛苦入侯即死 更不会间歇 嗯 快点儿 快点儿 华盈 你别怕 这个药不会有任何痛苦的 你也不会难受 虽然 虽然今日 我们只要永别 但是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希望你有那么一点点回西荒 回忆回到最初那一刻 小啰嗦 快动手 你别怕 你别怕 爱人 哭了 你别怕 执念中你曾来过 心在纠缠着意义不舍 撕裂了伤人为你活着 两年岁了而我都记得 转身回望你的事 当一念难舍 难割舍 当我为你爱过 多想牵握着片刻的吻着 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 当记忆沉默 心已落 忘了此生离合 玛严 多想只在有你的一刻 我在你身边停泊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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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等一念难舍 难割舍 阿云 不要怕 难割舍 当然 需要 保守 阿云 弃 我再想 批杍 无法 废 我再想 你 年龄 吗 我还是 海云 深 绕 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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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 轻狂 我就说嘛 这比药没有痛苦 死得很快 不要碰他 你们分头寻找 把这里再给我搜一遍 是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陛下颜旨命您即刻进攻觐见 我说了我有钥匙 殿下 陛下的旨意是即刻 殿下若是不肯跟老奴走 那老奴就只能 奉旨动促了 你 奉旨出来了 走 不要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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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告诉陛下 就说你实在劝不动我 不然我就杀了你 滚 滚 走走走 走 走 殿下 殿下 去南城搜索的人 回来禀报说 在驿庄 有一个样貌年轻的女子 她相貌身形 和我们药长的人都很像 而且她身上有刀伤 像接触的刀所持 去驿庄 去驿庄 走 哎 殿下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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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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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英 阿英 我先拿阿英回去 长儿 你继续找桃桃 是 阿英 太子 这是怎么了 这终于是怎么还没来 快点让他们过来 别疼过来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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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着 没事的 阿英 小鹏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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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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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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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已摸不到太子妃的脉了 太子妃的气息一尽 红势了 胡说什么 太子妃不会死 她至少昏过去了 朕等数人 刚才已经替太子妃好过脉了 太子妃没有脉下了 太子妃轰了 太子妃已经轰了 不 殿下 还去接哀呀 快 快 快 就许她 就许她 殿下 殿下在军中多年 刚才包太子妃回来的时候 殿下其实心里就该明白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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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我明白什么 你让我明白什么 殿下 我明白什么 他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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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饶命 都在干嘛 让你挣他起来 救起来 殿下 别管你叫救救他 快救醒他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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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去吧 救他醒来 殿下 救他醒来 救 救他醒来 救啊 救他醒来 救他醒来 救啊 殿下 殿下 救 救命 好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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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張好 滾 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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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分享一下 多说 究竟易言 告诉哪个嘛 性爱 奉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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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醒来 只要你醒来我做什么都愿意 快醒来 看我归算盘好不好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教我们的这个花子花板 你快醒来好不好 你为什么不肯醒来 为什么不肯醒来呢 为什么不肯醒来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东宫不好 所以你才不肯醒来 对 我也不喜欢这里 我担心去了永远 安盈 我担心去了永远好不好 但是你得答应我 你一定要醒来 你得答应我到那儿你一定要醒来 一言为定 拉钩 我给你 我来 封闭 你 罵他们是拥义 说他们连太子妃没死都看不出来 那看来 太子要伤心一段时间了 没想到太子妃突然就这么轰了 把你脸上的笑意收一收 太子妃轰了 太子伤心欲绝 咱们在这儿高兴 算怎么一回事 是 阿姨啊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来留永远的时候 就算那场梦 一永远 四老岸河水十八万 第一万就是那音松坦 音松坦里的鱼儿飞扬 并不闪那姑娘的梦而美 老难喝水是吧 唱得不好啊 是有点走掉 那你还让我唱 但是很好听 真的吗 那我认真地唱一遍 好 那我要认真地站起来唱 我在唱歌给你听 好不好 但是你要答应我 等我唱完之后 你就醒过来 老难喝水是吧 晚 第一晚就是那 一松谈 一松谈 临雨而飞 比不上姑娘的梦而美 老难喝水是吧 晚 第二晚就是那 金雨滩 你以后一群光来吧 你以后一群光来吧 再跟我打一次 都好不好 如果我数到十 你睁开眼睛了 那就是你赢了 如果我数到十 你没睁开眼睛 那就是我数了 我数了 我数了 一 二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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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七 八 六 九 五 三 六 四 长大过来死了 正儿个死了 老三 老四 死了 奶娘也死了 他们都离开了我 我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如果连你也醒不来的话 如果连你也醒不来的话 不会的 你不会醒不过来 你也醒不来 浪漫河水十八弯 第一弯就是 一送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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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扒 别扣上姑娘的狗儿 浪漫河水 一扒 第二弯就是那青银探 青银探里对狂羊而装 别扶上姑娘她推开装 第三弯是那金沙探 金沙探里套金山 踢住 点 ああ 没想到我的阿盈 魂能下笔千岩 武能上阵杀敌 虽然连条鱼都对付不了 没想到我们师伎狼 忙活了半天 好不容易抓条鱼 也没有好好地送到我身上 再来 哎 你后面 后面后面 若在你心上的斑駁 那牵扯使我难舍 如果思念不曾遗忘 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 我什么都已经识过了 为什么你还不肯醒过来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肯醒过来呢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醒来看我一样 记忆的轮廓 我知道我自己疯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说好的 你要一起织马乐悠远 我们拍过她 你是我的妻子 要与我同心 偷拍手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你的手怎么变得这么老 怎么变得这么老 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 宿命曾有过的温柔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惜的 我们曾舍过过 我也不想活了 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 夙伤的人 当我知道我不当死亡 因为 因为我答应你要保护这天下 和救这天下 就让我任性这一晚上吧 天亮之前 我不是太子 我也不管这天下 就我们两个在这儿 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待着 好吗 我们在这儿安静静地待着 如果爱记得 为你守着沉默 跌幅了阴影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尔臣抱歉父皇 母后 五两弟啊 你这是怎么了 啊 啊 太子妃轰了 只是昨日天时已晚 宫门已闭 儿臣才未能前来报丧 啊 太子妃轰了 怎么回事 儿臣不止 只是太子殿下亲自抱着太子妃 好几个太医都瞧了 说太子妃已经轰了 可是太子殿下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 还 还为了车角 把太子妃娘娘带走了 荒唐 太子 必然是伤心欲绝 才会一时失态的 陛下 不如遣人去问问 朕昨日就欠人去问了 可是他公然抗旨 俺压根就不肯进宫来 殿下此时还未回到东宫 儿臣害怕 儿臣担心殿下 五两弟啊 无需担心 太子妃一定 一定没事的 你放心吧 丧事完毕以后 朕会命太子 我冲你为太子妃啊 好了 先退下吧 儿臣告退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居然瞒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让我千万别来找你 再说了 昨夜通宵宵禁 城中搜捕得厉害 剑军几乎一寸寸地搜索 我知道不应该来找你 但事情万般紧急 这不就历时冒钱来告诉你了吗 柳成风说的那个阿淑呢 我的探子来报说 他进了东宫 对 完了 这件事情 如果被太子知道的话 勾害太子妃 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你也别惦记着要杀我 我们建树人 如今都潜伏在城中 杀了我也无济于事 是 我怎么会想杀你灭口呢 放心吧 幸好陛下对太子颇有成见 我还有办法 所以 是柳成风拿到了顾向与孙静勾结的书写 以此要挟顾向 由顾向布置安排 嘉黎与柳成风出手 污蔑催矣勾结结束 以此 解散崔家绝 是 是 当初在通关 我就发现了孙静与朝中某人的密信 一直查不出来是谁 孙静走得匆忙 一把火就把书房全部给烧完 这些还是我带人 在没有烧完的瓦礼下搜到的 没想到 是故乡 草民出手 将一切进阶告知殿下 就是因为 因为公子已经身死 草民想替公子报仇而别无他福 为结束无心无意 殿下可以大军争执 草民为求 将公子的尸首交给草民 由草民好好安葬 由草民好好安葬 你与他皆罪无可说 我知道 可阿淑深受公子大恩 无以为报 如今公子已死 草民只能料理他的生活是 长得毫无 Italian 借过殿下 亭神 有点 调神 你闻这个做什么 在秦苏的草原上 有一个湖 那湖岸边开满蓝色的花 犹如人间神情一般 公子和肖飞就生活在湖边吧 所以得人先眷慮 所以 等到春天到了 和盘开满花的时候 公子就知道 傻时候来看望公子了 我想将公子就藏在那里 在自问谢罪 如果想外问贤的话 你会不会 殿下不用告诉太子妃了 还请殿下务必不要提起公子已死 就让太子妃 以为公子还活着吧 是说 太子他真的打算谋反 太子他真的打算谋反 今日一大早就进宫请建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朕就生这么一个儿子了 没想到他也会 鬼迷心窍地想谋反 陛下 微今之计 还是先夺回禁军的兵权 只要兵权还在陛下手中 太子就是有不臣之心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禁军都是从 珍惜军中选出来的 他们都听太子的 陛下您受命于天 是天子 您下的旨意 禁军哪有那个胆子去违抗 行得通吗 微今之计 是速速派人前去找太子 责令他交出兵符 拿到兵符之后 再派可信任之人 指兵符圣旨去接管禁军 此事 不能令百官知晓 以防有人与太子勾结 那句不必轻 兵部侍郎 郭昌林 是臣的二女婿 臣敢担保 他对陛下是忠心耿耿 是可用之人 那要是太子 不愿交出兵符呢 太子若不愿交出兵符 那就不仅仅是抗旨 那就确实有谋反之心了 可是 要是太子 杀进殿上来呢 陛下 您不必带有 臣府中有一些清兵卫士 皆是忠心可靠 陛下可以恩准他们入宫护驾 另外 禁军六部首领之一的蔡昭 是先帝的老人 忠实可靠 与真席军肃无往来 可以以诱 这倒是一个办法 陛下 既然夺回了禁军 那陛下还要多下一道圣旨 废除太子 太子没了名分 就算他有谋反之心 那么附庸他的人 也会越来越少 说得有理 姑娘 这一切事宜 就全权拜托给你了 臣遵旨 是 刚刚元长使来传旨 说明你把禁军的兵符交上去 殿下给不给 很好 殿下 你的意思是说 要给他们 我说 你刚才说桃子没死很好 阿盈如果知道 一定会高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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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她可能永远都救不过来了 两望之乱世 我受了很重的伤 我是分危险 阿音从来都不是新神佛的人 那次她对我说 她恨不得 把这世上的所有神佛都办了 只愿我能够平安无事 你知道 我从来就不信什么神佛 也从来不许愿 但是那几天 我想去归拜这世间所有的神佛 虔诚地许愿 我也想 我也想将这世间的所有神佛都办了 只是 只是一丝希望都没有留给我 我甚至没有见到她生下的最后一遍 她连死前 都没有看到我 我都不知道 她怕不怕 痛不痛 所以 桃子现在还有一夕生存 就还有希望 就还有希望 兵符 我不回救 顾向现已替换锦军 就是想要挟持陛下 谋朝篡位 只要我还在这里 他就不可能得逞 的人 偶尖 你的孩子 想要想要能够 再一次 做个双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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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太子殿下瘋了 长嘴 我看太子殿下没瘋 你瘋了才是 说吧 出什么事了 殿下 殿下要抬着太子妃的棺材 进宫去见陛下 什么 你快去劝劝太子殿下吧 殿下 看来是伤心糊涂了 让开 臣妾知道殿下伤心欲绝 可殿下抬着太子妃的棺木进殿 这是要做什么 是要质问君父吗 还是要诅咒陛下 太子妃疾病而亡 天灾人祸 殿下就算伤心也不该如此行事啊 天灾人祸 过娘 到了现在你还在装无辜 太子妃为何而死 你心里不清楚吗 臣妾 臣妾不知 殿下节 殿下这样 臣妾好生难过 可是臣妾尾实不知啊 我知道你很盼着她死 你和你父亲都盼着她死 但我告诉你 就算太子妃死了 你也别想取而代之 我李妮一生一世 只取催灵一人 她活着 便是我唯一的棋子 她死了 也是我今生唯一的棋子 任何人都替代不了 你不能 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 殿下 臣妾从不奢求取而代之 臣妾只是哀慕殿下 难道这也有错吗 滚 从此刻即你不再是东空两地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然我就杀了你 不然我就杀了你 陛下 陛下 陛下您不必担忧 这些精兵强将都是我的府兵 能以一体式 倘若太子 真有一辈你谋反的话 老臣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 也要护得陛下周全 更何况还有蔡昭 带兵守在宫门之口啊 陛下 陛下 太子殿下抬着太子妃的棺木 进宫来了 他这是要干什么 陛下 太子执意不肯交出禁军兵服 这摆明了是要对陛下不利 陛下可以下一道执意 命令蔡昭 见到太子如果硬闯宫门的话 就格杀勿论 陛下万万不可 陛下万万不可 陛下只死一死 太子又没有犯什么大错 陛下还是赵百官来商议一下吧 陛下 下这道圣旨 也不是真的要杀太子 只是命蔡昭站在宫门之上 向太子宣读旨 倘若太子 就此交出禁军兵服 不再带兵闯宫 回头是岸 那 岂不是皆大欢喜 倘若太子听了圣旨 还是不肯交出兵符 硬闯宫门 那就是有谋逆之心 有弑父之义 其党羽也会对陛下不利 请陛下速速降旨 陛下不可 听故乡的 伸旨 是 传旨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子殿下 陛下有始令太子李逆不得入宫 主感烫旨 我等可将李逆格杀勿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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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才才赵将军被被 被太子一箭射死了 超 护驾 护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子殿下 你持剑传宫 难道要谋反弑军不成 你理通皆朔 协迫父皇 亡我曾视你为文林领袖 以为你一身正气 没想到你早就与孙靖勾结 原来你才是这朝中最大的奸臣 一派胡言 你向弑军谋反 居然无限起忠臣来了 陛下 请您速速下旨 将太子拿下 陛下 请您速速下旨 李 李 李 我跟你说 你把手中的剑扔掉 束手就擒 朕竟往不救 陛下 你还没糊涂够吗 擦 早就与孙靖勾结 所谓忠心 所谓夏域 都是他跟孙靖合眼的苦肉籍 后来 他又与金水勾结 污蔑崔大将军 挑唆朝中解散崔家军 乃至于谋害太子妃 到了现在 你还没明白吗 请陛下速速下旨 将太子拿下 陛下 陛下 拿下 父皇 这些都是接触人 他们都是孙靖带进来的 你看看这印记 还不明白吗 你 你住手 把剑放下 你放开陛下 放开陛下 放开陛下 你不是说 有万无一失的霸王吗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孙靖 孙靖 这是人 都是接触人 把剑放下 背上快马 命令沿途周线不得阻拦 让我们平安离去 你若敢等我父皇一根汗毛 我就踏平你们接受 宁儿 别怪我 你自己赶快跑 事已至此 用你们的话说 你不要逼我鱼死往渡 这可是你的父亲 你反正是要杀我的 你死之前 拉个皇帝点背 也迟得了 你若不想你父亲死 就让我们走 背上车马 我要和你的父亲一起离开 还有皇后 不要 袁长世 你快传旨背车马 是 是 这才乖嘛 我要请皇帝陛下 到我们接触做客 走 疼疼疼 疼疼 陛下小心 都退后 把钱放下 好 老师 二十 二十 我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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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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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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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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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